这是临冲上梁山以后 第一次见到这把曾害的自己家破人亡的宝刀 遥想当年持刀误入白虎堂 被高求陷害刺沛他乡 被逼无奈最终上梁山落草为寇 如今却因为老大哥宋江执意赵安 朝廷派人前来交谈 却让使节带上这把宝刀 这分明是高求为了戏血临冲所为 杀人诛心的阴招就是由此而来 然而宋江知晓任重道远 为了兄弟们的前途 必须要让林冲忍受这糟心的忧伤 千万不能因小失大 林冲被逼无奈 指得听从大哥宋江的言语 满心不甘却无可奈何 也是从此落下了心病的种子 最终因怨而死 武松也指得安慰林冲进中一堂入座 很快宋江便让萧让点名108将的名号 清点完毕发现 除了阮小七在运输宋徽宗御赐的美酒之外 就算李回没有到堂 狗头军事无用 抬头一看李回正在房梁上 畏手畏脚不敢吱声 想必这又是无用准备使用的伎俩 待两人对好暗号后 宋江便率领众兄弟下跪听大人诏书 哪料刚读完诏书 无用就对李回使了个眼色 李回直接跳下来 把诏书撕个稀巴烂把宋江吓了一跳 使节见状持刀质问 却被李回拉过去 一顿胖走 武松和两个兄弟赶紧假装上去拉掌 然而就这一会儿功夫使节 已经被打成猪头 太尉被吓得手指哆嗦 好在智多兴无用出来转移话题 让请出玉酒给兄弟们开坏畅饮 这太尉入了朝廷所称为的贼窝 自然紧张万分 搞不好有来无回 宋江连忙安抚 并让阮小七把玉酒抬上来 这一坛的玉酒少说也有五十斤 蹲蹲蹲的倒入瓷器太尉 邀请宋江品尝 不料鼓上早时签这事却跳了出来 表示先替哥哥宋江尝一下美酒 哪料当酒水入口的那一刻方才发现 这酸爽的味道简直就是麻尿 气的时间就要与太尉里论好 再给拉住 原来这玉酒在阮小七运送途中 就被他们喝了个精光 情急之下 只得灌入河水一次冲好 目的就是让这昭安成为水中月境中花 武松健壮也上前品尝一口 气的拔出小刀 对准太尉一通臭嘛 若不是宋江压制武松 早已将太尉撕成两半 最终太尉被吓得屁滚尿流的 慌忙准备逃回京城 然而临走之前 那个使林冲家破人亡的宝刀 却被石坚顺了回来 原来这正是宋江的用意 赶紧让石坚将这口宝刀归还给林冲 也算是对林冲的补偿